欢迎回到Hot Talk 今天咱们来聊聊春天最需要的一件基本款 可以搭配在外套里面 也可以单穿 完美的配合了冬天到春天这个温度的变化 非常日常和实用 那么这个单品呢就是针织背心 咱们来聊聊怎么样利用衣柜中现有的单品 搭配出更简绫更时髦的针织背心造型 首先呢是内搭决定风格 同样一件针织背心 为什么有的人穿起来会显得简绫又活泼 有的人穿起来反而像老干部呢 那很大概率是因为它的内搭款式没有选对 背心呢千万不要和太正式太修身的衬衫搭在一起 那样子严肃感和老气感会翻倍 那同样是衬衫 大家最好选这种宽松的 非常有休闲感的衬衫作为打底 比如在这个look中 它是一个铁灰色的背心 大家知道铁灰色本来就是很偏硬朗感的颜色 那如果里面再搭配修身的白衬衫 那大概率就会像是大叔的衣服 但换成了宽松的版型呢 再把袖子边随意的卷起来 衬衣的下白也不要扎进裤子里面 随意的放在外面 这样子呢全身的颜色甚至是款式都非常的中性 就不会有老气横秋的感觉 反而是很自然休闲的简约风 比如在这个look中也是整套的中性色 米色的背心 浅蓝色的衬衫搭配黑色长裤和小白鞋 内搭的衬衫呢也是宽松的版型 有点oversize 那这些单品我相信都是多数女生衣柜中现有的单品 搭配在一起呢就会非常的随性 毫不费力的时髦 这种蓝色的衬衫呢在春天是非常百搭的 除了米色的背心还可以参考这种同色系的搭配 这是一个绞花的背心 很经典的针织花形 这两种蓝色的叠穿呢会有深浅颜色向的变化 所以更有层次感 像这样简约舒适的风格呢就是毫不费力的时髦 所以搭配一条黑色长裤和帆布鞋 看起来就很青春自然 如果你的是V0的背心 内搭衬衫的时候呢最好把最上面两个扣子打开 就不要扣得太紧 可以让衬衫和背心的组合呢更有休闲感 那朋友们 针织背心和衬衫的搭配呢适合所有日常的场景 上班上学在外面搭一个宝款的泥大衣啊 或者是小外套都非常的好看 如果再热一点的天气呢 比如17 18度的时候 就可以和T恤搭配 比如在这个look中呢 米白色的短款针织背心是最基础的白T作为打底 搭配黑色的修身裤 这是比较清爽的风格 如果另一个很重的皮包呢 反而不好看 搭配同样清爽简约的帆布包包效果反而会更简龄 也更适合春夏的天气 那浅色的单品呢 在春天可以搭配一些金属质感的配饰 比如金属的项链啊或者是戒指都有提亮肤色增加光泽感的作用 让整个look更加的精致 很多朋友在春天穿连衣裙的时候呢 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是跟开衫搭配在一起 但是有的连衣裙它会有抛包袖和开衫套在一起 那个袖子就会有点窝囊 那如果像这样和背心搭在一起呢 就是非常聪明的方法 尤其是这种同色系相近的颜色 小背心呢在春天没有太热的时候是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 另外还可以让你连衣裙漂亮的抛包袖或者是袖口的这些细节展示出来 那接下来是背心的版型和搭配模板 针织背心呢虽然都是无袖的 但大家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肩部的设计 像这样肩部比较窄 甚至比自己的肩还要稍窄的背心呢 尤其是上半身和胸部比较丰满的女生 要慎选 因为它是非常容易显胖的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这样子的版型 肩的位置呢稍稍有一点落肩的设计 会稍微的增加肩宽 对于肩窄的女生来说呢 头肩的比例会更好看 再加上它是一个V领 或在视觉上显得脖子更修长 是非常显瘦的一个版型 那今年还很流行这种开衫式的背心 这件呢是一个灰色的马海毛 落肩的款式和内搭娃娃领的宽松衬衫 不一定要是粉嫩的颜色 中性的色彩呢一样可以穿出可爱减铃的效果 还有一种版型呢是高领或者半高领的款式 这一身的配色看上去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温柔 但是呢朋友们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下半部分脸型比较方圆 线条不够收敛的话呢 就尽量避免穿高领或者是半高领 因为它会让视线几乎集中在头脸的这个位置 如果选圆领甚至V领 脖子这边露出的皮肤越多 视觉上的脸型呢就会被拉长 小个子女生选背心的时候呢尽量不要选太宽松太长的款式 可以选择这种短款的 腰部这边呢它是一个宽平支的收边 刚好起到一个收腰和提高腰线的作用 这个look的搭配呢非常的绝妙 脚花针织的背心和宽松衬衫的内搭 那上半身是干净清爽的风格 下半身是一个中性风的 类似工装风的裤子和马丁靴 整体看起来呢就是一个娘们平衡的效果 而且收腰的背心在视觉上可以拉高腰线 显得腿更长身材的比例也更好 如果你的背心不是本身收腰的样子 也完全没有问题 大家穿的时候呢可以像这样在前边稍稍塞进裤子里面一点 这样子呢会有强调腰线显腿长的效果 而且这身其实还有一个显腿长的小心机呢 就是它穿了和裤子同种颜色的鞋子 延长了腿部的线条非常显腿长 那这样同色系的穿法呢 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接下来是各种花形针织背心的搭配 如果在周末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呢 大家完全可以选一些更活泼的款式 比如这种墨绿底色上边呢 有一些像橱橘一样的小花 非常的少女感 那也是搭配在简约的圆领白T上面 下半身的搭配呢是灰色的牛仔裤和帆布鞋 白色打底加任何背心的搭配模板呢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利用起来 只要有一件合适的背心 全身其他的单品都是衣柜里现有的 拿来就可以穿 还有像这种格子的元素 或者是这件很可爱的蒲公英的元素 它都很有学院风的气质 而且都是高腰的款式 那针织背心呢 也可以在下边搭配一个迷你的摆折裙 甚至不需要印花或者是彩色 都很有青春活力感爆棚的感觉 背心呢是非常百搭的单品 但它有一个搭配模式呢 就是越简单越好看 大家都管选什么样的颜色 什么样花形的针织背心 多做减法 全身突出一个重点就OK OK那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这里是干货满满的HOT TALK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